触不及防 先生你好 可以帮我做个调查吗 可以啊 如果在街上有歹度向你靠近的话 觉得你有能力自保吗 没有啊 呵呵 专事交出来 但我有能力想啥 医生的幽默感 大夫 我这个病情怎么样啊 你这个病还好 就是有一点比较麻烦 你以后啊 每一天都得吃一片这个药 有的治就好 有的治就好 不就每天吃片药吗 这 这里面就三片药啊 对啊 给你开个小玩笑 其实你还能活这么久 这是什么意思 五年 还是五个月 当我和对象打电话时 二十年前的日记 哎 这不是我上小学时写的日记本吗 谁给我翻出来了 看看都写了啥 2002年5月12日 今天雨下得特别大 又打雷 真不想去学校 我希望二十年后的学生们 不用去学校 在家旧的上课 那该有多好啊 哼哼 这不就是现在的上网课吗 什么呢 2002年 二十年前 我是Minecraft 我是Minecraft的 我的世界的 搞笑动画的 方块树 方块果 方块树下你和我 方块人是这样叫 砍树叫做撸树 下框叫做 微框 浮肉叫做 蜡条 小白叫做 骷髅 小黑叫做 墨影人 bug叫做 特性 下界叫做 地狱 老奇叫做 哦耶 钻石叫做 工作台叫做 合成台 别人的朋友 对不起对不起 这面别入 味太大了 你去那边待会 对不起对不起哦 哎呀你这扯 你的朋友 哎你闻啥味 都给你都给你 一点没浪费 猜我中午吃的啥 挠豆角 你猜错了 哈哈哈 这是你的荣幸 春天的气息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别吵吵 哎 哈哈哈哈 跳不动了 带纸们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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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的朋友 嗯 呜 出去笑了 那 我看啥样 嗯 挺好 我保不住啊 必须的 钱够不够啊 够 你真不够 不用跟我客气 不用不用够 你不够 我给你拿 你的朋友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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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agan 睡来自弹系统的那个男人 起个名字吧 就叫他 欢迎来到天堂 牛批 上网课后遗症 好 同学们把黑板上的笔记都抄一下 你怎么还不抄笔记 抄啥呀 写个屏幕就行了吗 好 刚刚说的那几个都是烤点 很重要的啊 哇 讲烤点你也感觉 我等一下倒过去再看一遍 当轩哥检查室历史 傻眼看不见哪 顾头 两个人前来买瓜 生意行吗 你们哥哥俩 这一家 哥哥哥 你刮多少钱一斤呢 两块钱一斤 你们有没有营业执照 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 你要不要吧 你们有没有营业执照 你们是不是属于非法经营 你管不得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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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送了 你怀孕了 你怀孕了 我翻遍了过往人生所有的记忆 确信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女儿国 顺便一提我是个男的 可是片子显示 你确实怀孕了 现在医学界有男性怀孕的先例吗 没有 我有怀孩子所必备的器官吗 没有 我是苏尔塔星人吗 苏尔塔星人是啥 我他也不知道 我就想知道你凭啥判定我怀孕 因为片子是这么显示的 那你不应该先检查一下 你们拍片子的机器吗 不可能 机器不可能说谎 可是机器有可能故障啊 更不可能 我们上个月刚检修过 那我一大蓝的怀孕 难道就可能了吗 是的 因为片子是这么显示的 行了 我不给你争了 你给我换台机器重新拍一遍吧 不行 X光拍多了会影响身体健康 不再拍一遍会影响我的心理健康 我们这里有专门负责孕期焦虑症的衣 我根本就没有怀孕 是你们那台破机器搞错了 不可能 我们上个月刚给他检修过 那就是那台破机器成精的 他现在已经开始胡说八道 无人清白了 见过以后不许成精 请王先生请您相信科学 我一大蓝的都他怀孕的 你还让我怎么相信科学 你们家科学家能 等会儿吧医生 谁是王先生 啊 你不是叫王秀芬吗 我再重生一遍 我是个蓝的 你见过哪个蓝的叫王秀芬的 我叫方光轩 方光素 方光果果的这个方 啊 方先生 你便秘 今天开始中秋节光讲 这次休息 要还在三天才也不会听 打开手机一刷一刷 八分就没看的视频 诶 西定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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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一般 哦 你们怎么还不回家呀 今天开学怎么又没看见你啊 黑手 中秋节的烦恼 喂 人家今天中秋节 买四面饼啊 哦耶 爸爸又买到麻烦的呀 啊 好像五人饼呢 我说了 你今天必须找了你 你买五人饼呢 我成五人饼呢 我陌生饼呢 我陌生饼呢 当你和陌生队友玩了几小时 要分开时 还是最后一个 我控制他了 漂亮又赢了 准备准备 我要下了不能玩了 呃 要不加个喝 嗯 是你 是我 昨天那个 对 啊 兄弟 兄弟 如何增进朋友之间的友谊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方光轩 今天来教大家在游戏里 如何增进和兄弟之间的感情 那话不多说 给方光轩长按点赞 评论个666支持一下 咱们做 呃不是 咱们游戏正式开始 首先来到我的好兄弟 扎扎会家附近 暗中观察下他在做什么 哟 啥谁也在 那正好感情一起增进了 他们在聊啥呢 这么开心 哎呀 扎扎会掏出个蛋糕 难道说今天是他们俩谁的生日吗 我咋没听说呢 那我必须得送他们的礼物啊 毕竟送礼物才是 好吧 咱们左近看看吧 他们好像要出门 我先躲一下 别让他们发现了 这是要去干嘛呀这是 他们朝着河边去了 他们好像在钓鱼 这礼物当面送也不好意思啊 人家也没邀请我 万一不是过生日呢 是吧 还是直接放到房间里 给他们一个惊喜吧 这个想法不错 呵呵呵 咱们抓紧时间 哎呀 这美味的大蛋糕 看到我都想吃一口了 呵呵呵 我这礼物放哪里呢 哎 有了 先把龙颅给挖了 然后 再向下挖两格 再拿出针测器 笑脸朝上 像我这么摆放 然后再把蛋糕放回原位 一定要先放蛋糕 再拿出我们的T 呃不 友谊增进去 一定要先放蛋糕 再放友谊增进去 顺序别反了啊 要不然 嘿嘿 你懂的 再把地面恢复成原样 由于针测器跟龙颅的颜色差不多 不容易发现 好了 礼物已经安排好了 赶紧溜 再把门给他关上 他脸还在钓鱼呢 我赶紧藏起来 哎 你苦生走安详 哎 这里不错 就躲这里 让我再来瞄一眼 哎 他们要回家了 躲起来 哎 他们回来了 应该没发现我 走 过去看看 哎 进屋了进屋了 哈哈哈哈 嗯 一想到他们等下就能收到我的惊喜 我都忍不住笑出来了 嘿嘿 他们马上就要吃蛋糕了 只要蛋糕减少 增热器就会触发下面的 呃不 就会触发友谊增进器 使得我们的感情得到提升 哈哈哈 刺激 此时此刻我的兄弟一定是非常的爱我 我们进去看看 哎呀 大了这么大一个坑 这坑越大 感情越深了 嘿嘿嘿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这种桌子有劲系列 不妨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点赞过万 快速更新下一期 啊对了 这件事千万不要告诉杀杀辉 毕竟我们群同守住 这只小事不值一提 拜拜